石門區公所辦理112年核子事故區域防災社區民眾防護演練 首場演練就選在監錄裏內 另外還有茂林裡也參與其中 展現了跨社區合作的精神 而雖然核一場已經停止運轉了 不過使用過的燃料磅還是在場內 因此透過定期的演練讓民眾知道 當核子事故發生的時候該如何去核從 還是相當重要的防護工作 石門區公所辦理112年核子事故區域防災社區民眾防護演練 首場演練由監錄裏主演之外 另外還有茂林裡也參與其中 展現跨社區合作的精神 雖然核一場已經停止運轉 不過使用過的燃料磅仍然儲存在場內 因此也透過定期的演練 讓民眾知道核子事故發生時該何去何從 還是相當重要的防護工作 雖然廚藝了 但是因為他們的男生半還在爐心 然後一些比較高階的廢料也是在場內 所以還是有一定的一個危險程度 所以我們還是要照這個演練 那我們民眾我們鄉親知道說 真的無色外線有一些SOP要怎麼做 要怎麼配合我們的進步進行 要怎麼掩護 要怎麼不用點片 要怎麼疏散 要疏散去哪裡 你的直接點在哪裡 我們各位鄉親大家知道 而演練除了石門區公所之外 警察局 警察分局 石門分住所 消防局 第六大隊 及石門義教分隊 石門區衛生所等單位 亦協助參與演練 讓在地的民眾體驗何止事故發生時 了解各項何止防護行動啟動的程序 石門區 今年石門區核子防護演練共濟會辦理兩場 要使訓練的民眾了解防護行動流程及內容 核子事故集結點 防護站與收容所等規劃情形 藉由互動室的宣導 提醒民眾了解核子事故發生時應有的應變能力 在模擬核子事故發生時情境進行演練 透過必真的模擬演練 教導民眾冷靜面對核子事故該做出的應變 而石門區公所未來也將持續配合市府政策 結合防災社區編組 辦理核子防護落實於基層民眾 記照片和師們採訪報導